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何出新招 如何觀戰 中國為何想加入CPTPP 又如何跨過高門檻 日本 澳大利亞會反對嗎 中國最終能如願嗎 全球統戰 美國訴諸的是軍事和安全 而中國訴諸的是經濟與經貿 如何比較 美國的對華地緣戰略 看似禁逼 實乃退縮 該如何解讀 視頻大致今天關注 天下大世界 首先 時關世界 歡迎來到時關世界 9月15號 美國總統拜登宣佈成立 美英澳同盟AUKUS 目標建制中國 隔一天9月16號 中國正式向新西蘭遞交了 加入全面與進步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也就是CPTPP的申請書 而不到一周9月22號 台灣地區跟進 也向新西蘭遞交了 加入CPTPP的申請書 與此同時 法國和歐洲 因為澳大利亞背信 取消了原本和法國合作 共造常規潛建 金額高達660億美元的計劃 轉而合 美英合作 改造8艘核動力潛建 而大為憤怒 一連串世界 讓人看得眼花繚乱 又瞠目結舌 如何看待當前世界 如此複雜而充滿戲劇性的變化 史先生想聽聽您的點評與分析 對 對很多人來講 這些新聞來得非常突然 就看得眼花繚乱 瞠目結舌 但是越複雜的形勢 越複雜的現象 就越需要一個比較相對簡單的 清晰的框架 所以我們今天要用的框架 還是我們經常談的 全球一盤級中美大博弈 道理很簡單 因為你打開國際版的所有的消息 如果不說十字七八 甚至十字八九的話 相關的新聞 都是跟中美大博弈有關的 所以用這個框架來分析 還是比較好的 但是中美大博弈 是長達幾十年的一個過程 因此在每一個不同的階段中 它博弈的特質跟博弈的性質特色 還是有一點變化了 實際上您覺得現階段中 美博弈的性質和特色是什麼呢 好 就像你剛剛所講的 美國是這個組建的AUKUS 一看它就是所謂的 安全或軍事導向的 中國宣佈加入CPTPP 那就是經貿導向 很簡單 所以我認為目前的一個形勢 就是美國希望在全球 搞一個所謂以安全為主軸 叫安全統戰 那中國搞的是一個叫經貿統戰 統戰的意思是聯合 連線 聯盟 那您的意思是說 美國搞統戰 它主要靠的是安全的元素和手段 而中國主要靠的是 經貿的元素和手段 對 這好有一筆吧 咱們都知道中國有武當少林 武當少林都是武術 但是武術有門派之別 這個每一家的這個基本的路數 招式都不一樣 那美國大概自認為 它比較強的是在安全跟軍事方面 那麼所以它就 側重在這個方面叫安全統戰 那中國當然比較優勢的是 經貿方面 所以叫做經貿統戰 用這個方式來聯合一眾 相關的人一起來對付另外一方面 那中美過招的大致輪廓已經出來了 能不能請您做進一步的分析解讀 好的 那我們分開來談 首先我們看美國 美國的組建的AUKUS 我們覺得有三個角度的觀察 首先是AUKUS的定位 這AUKUS的定位很簡單 從三國家 美國 英國跟澳大利亞 在種族上都是純恩格魯沙克遜 所以他們這三個之間的結合 有一點非常好 就是互信度非常高 沒有什麼疑心疑鬼的事兒 第二呢 在軍事的條件上 美國超級強權 毫無疑問 英國算是中等國家 澳大利亞算是小國 所以三個加起來的軍事力量 大概在全球平 大概就是中上的一個水平 第三個你可以看到 這三國家 英國基本上是一個配角 主要是美國跟澳大利亞 美國跟澳大利亞的關係 基本上又是互為利用 美國要利用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也要利用美國 那麼再一個我們觀察就是 這個AUKUS實際上是 美國全球對華戰略 這個全部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對付中國 有北約 有G7 還有五眼聯盟 這個AUKUS新出來了 算是它的一個新的組成部分 總結一下您剛說的四個重點 就AUKUS呢 它一是美國全球惡華戰略的一部分 第二呢 三個成員都是 昂格魯 塞克遜 互信度比較高 第三 這三個國家的軍事水平 都屬於中上等 而第四呢 您剛說到 英國是配角 最核心主要的還是 美 澳之間互為利用的關係 這個有點不太懂 能不能請您進一步說一說 行 這就我們從第二個角度 來觀察了 那麼在AUKUS第二個角度 我認為表面上大家看的是 好像美國採取的 非常積極的動作來對付中國 但實際上呢 你再仔細聽 它在戰略的步驟上 它是退縮的 它不是進取的 這話怎麼說呢 首先我們看 當美國實力夠強的時候 它在對付中國的時候 它是前沿部署的 它把它的兵力擺得非常非常前面 你比方說在冷戰的時候 美國就有那個U2 這個U2的那個高空的偵察機 直接就飛到中國大陸的高空 它就欺負你 沒辦法 但後來還是被中國打下來好幾架了 是吧 那麼等到中國有這個力量了 它就開始不到中國大陸了 它到中國邊緣地區叫做 就是抵徑偵察 這我們常常聽到這名字 但是到後來抵徑偵察 也被中國開始用股力量往往後推 就是2001年的時候 這個海南撞擊 就是表示美國這方面 也面臨到更大挑戰了 所以它再越來越往後說 那麼後來是第一導念 可是到了奧巴馬的時候 就發現到 由於中國的暗機 暗機就是以陸地為主的 暗機的軍事力量 包括飛機 潛艇 潛艦 衛星 導彈 越來越多可以威脅到 包括日本 這個台灣戰力的第一導鏈 所以它那個時候就開始往後面 把大軍 把琉球的大軍 後撤到關島 把關島建立成一個 美國海外最大的軍事基地 那麼現在看起來 它自己又擔心了 連關島好像安全度也不夠了 所以它現在往後撤 撤到澳大利亞 可是往後撤了以後 然後前線怎麼辦呢 前線就要調動子弟兵出來啦 子弟兵第一個先鋒部隊就是日本嘛 可是光是日本 施丹地固還不夠呢 所以現在就把這個澳大利亞弄過來了 那麼給澳大利亞一個誘因 就是說好 你呢願意也到 因為南海對你也很重要嘛 因為貿易通道嘛 所以我現在給你造那個核潛艦 這個核潛艦就可以到那邊去了 澳大利亞說很好 很好 我願意去 所以美國就把澳大利亞跟日本 調到第一 調防線 它自己往後退縮 所以這個我講 表面上是緊逼 實際上是後退 那這麼看來 美國這個安排還有點巧妙 就是把自己的勢力後撤 然後把日本 澳大利亞拱上第一線 而日本 澳大利亞看起來 好像挺樂意的 對 它們很樂意 尤其是日本啦 是吧 它本來就是這個要對付中國的 而且現在還不只 因為美國就怕它們力量不夠 所以它們還 美國現在還思考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美國退出了中島條約 中程導彈 所以有現在一個說法 就在日本要部署中程導彈 這個日本要部署中程導彈 或者有一天 澳大利亞部署中程導彈的話 對它們來講 只是有避無害 有避無力的 因為它們反而有可能成為 中國對付的一個對象了 所以它們自己被美國利用 它們自己到現在的位置 還沒有察覺 美國這個厲害的地方 就是在死道友 不死平道 這就是關於AUKUS的 第三個評論角度了 就美國算盤打得太精了 沒錯 的確是這樣 但是你再仔細看 它還是有點故事失筆 您的意思是拉攏了 這個AUKUS拉攏了澳洲 但卻得罪了法國和歐洲 對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 法國非常冒火 那麼不但是法國 歐洲 這個感到不愉快 那麼還有很多國家 包括新西蘭 印尼什麼 都表示了不同意見 那麼這一部分 我們後面再說 我們現在在這邊 可以對AUKUS做個小小的總結了 第一 它是基本上 這個犧牲的一個道友 那麼第二 也會造成 西方陣營內部的一些矛盾 真正得利的 我告訴你 是誰呢 就是美國的軍火工業 那咱們再換一個角度 來看一看現在的全球局勢 來看看中國這一方面 中國提出申請加入CPTPP 這件事情 好像大家也覺得挺突然的 表面上跟那個AUKUS 表面上突然一樣 但其實跟AUKUS一樣 都是深謀遠慮的 而且也跟AUKUS類似 AUKUS是美國對華戰略 總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而這個CPTPP呢 也是中國為了因應 美國對華戰略總系統中的 整個系統中的 對美國的一個組成部分 您剛剛前面說了 一個是安全統戰 一個是經貿統戰 都是大系統 那怎麼看呢 具體 好 那麼要談這個CPTPP呢 要簡單的從TPP開始談起 因為它前身叫TPP TPP是2005年那個時候 距離現在16年前了 當時四個小國 兩個是亞洲的 新加坡跟溫萊 另外一個在智利 另外一個新西蘭 就跨了大西洋 一共四個小國倡議 我們來組一個跨太平洋的 一個經貿什麼夥伴的協定 當時根本沒有太多人注意 因為這個四個國家太小了 等到2009年奧巴馬上來 那時候我們就說了 中國跟美國開始進入這個 所謂老大腦之間矛盾了 美國開始要對付中國了 突然間看到這個玩意好 這個玩意好好利用一下 所以他就加入了 他加入了而且主動開始 互捧一半 希望打造一個門檻比較高 門檻高的意思就是把中國排除在外 就是把中國排除在外 又能夠包圍中國的 這麼一個玩意兒 就叫TPP 終於談了幾年以後 談成了 2015年他下台之間談成了 但是由於這個11個成員之間 12個成員之間 稱之不齊 所以美國做了很多讓步的工作 但是終於談成了 是吧 然後呢 但是後來又出現變化了 您說這個變化 就是奧巴馬人內好不容易談成的TPP 又被他的繼任者給否定了 對 特朗普上來 他說他強調美國第一 我們讓步這麼多幹什麼 這玩意兒對我們這樣 沒有什麼好處 退出 他認為他要單邊的 雙邊的談判 對於美國來講最有利 那麼所以一退出以後 這個TPP基本上就失去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成員了 美國退出之後 12個成員國變成了11個 那剩下的11個當中 最大經濟體是日本 所以就由日本接手了 對 那麼老大氣他們而走 他們覺得這個很失望 但是他們要就散火了 所以覺得可惜 就讓這個老二 日本來主導 那麼改頭畫面就叫做CPTPP 那當然裡面內容 稍微有點調整了 那在這期間 也就是由日本主導 然後11個成員國簽署 這期間有沒有其他 國家申請加入呢 你這個問得好 那麼這個2017年 這個日本開始重新談 談到2018年 談成了因為底子好 很快就談成了 這個過程中沒有任何要加入 到一直到2021年 今年年初 就今年年初是英國開始申請加入了 那麼接下來就是大家我們聽到的 前不久中國申請加入 然後是台灣地區是這樣 其實大多數人對於中國加入CPTPP 還是會覺得意外 但是您剛剛說 這不是突然之舉 而是深蒙遠慮 這裡面我們就要補述一段了 結果我們剛才在講 美國在主導這個TPP 那目的剛才已經講過了 就希望能夠把中國排除在外 但又希望能夠號召一眾來 共同圍堵中國的這麼一個 一個過程中的時候 中國也沒選擇了 中國自己也在搞一個東西 那麼這個東西呢 基本上也是把美國排除在外 類似的這麼一個組織 中國都在積極推動之中 跟美國過招互別苗頭 您說的是RCEP嗎 對 那就RCEP了 這RCEP就是區域全面合作夥伴 什麼經濟夥伴關係 這麼一概念 這個組織一共有15個成員國 那麼規模很大了 這個人口有22個億 然後經濟GDP總量占到全球 30%以上 而且更有意思的 它把CPTPP中的包含進來了 所以這個很好玩 那這你講得沒錯 就是跟美國別苗頭了 您剛也說到了 RCEP成員最多 而且人口和GDP規模最大 還把屬於CPTPP的成員國 也給拉過來了 這算是頒回一城了對不對 不只頒回一城 那麼也就在同樣的時間裡面 中國不僅是跟亞洲地區 搞成了一個RCEP 跟 而且一腳跨到歐洲那邊去了 中國也跟歐洲 就歐洲你知道 歐盟大概有20多國家嘛 是吧 也在談一個中歐投資協定 那麼經過了7年30多人談判 終於在去年也談成功了 那麼但是有點可惜 那麼因為新疆的人權問題 有一些歐洲的議員 開始批評中國 中國也開始制裁歐洲 所以這個東西 目前暫時擱在那兒 但相比起CPTPP 其實中歐投資協定的 門檻和標準會更高 對吧 沒錯的 那麼雖然高了一點 但對中國來講 其實也並不是克服不了困難 中國還會迎難而上的 所以也居然能夠談到一個結果 在去年12月簽訂了 所以我們剛剛講 RCEP在去年11月15號簽訂 那麼中歐投資協定 在去年12月簽訂 所以對中國來講 這樣一個形勢非常形勢大好 所以就在去年11月 APEC會議中的時候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就正式向全世界宣佈 宣佈這麼說 中國將認真考慮 申請加入CPTPP了 中國主動出擊 讓全世界都感到意外 中國到底有什麼樣的想法 如何看待中國的謀略 精彩內容 廣告之後見 中文字幕提供 中國原子 producto 人類的感情 就是這次 Zach臣 並不宣布 金牌 把 石本牌 吉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七评天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去年11月在亚太金河组织的 领袖会议当中宣示说 中国将会认真考虑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CPTPP的前身是TPP 是当时美国刻意主导 用来孤立中国包围中国的战略手段 所以当时习近平的宣示 很让人意外甚至不解 对吗 石先生 这个一般人感到意外更不解的 我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大家稍微了解类型 都知道TPP的门槛是相当高的 比方说就国营企业的补贴的问题 劳工的问题 然后政府采购的问题 那这些对中国来讲 都是比较高难度的改革的问题 所以这样一个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现在时隔一年之后 中国竟然真的提出申请要加入了 这又怎么解读呢 中国也深谋远利了 我觉得中国是什么样的考虑 我觉得下面几点 第一条我觉得是你丢我捡 就是这个东西是好东西 既然你美国不要了 你美国不要了我就把它捡过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扩大朋友圈 这个朋友圈越大越好 第三个是反客为主 你美国走了 现在日本做主了 但我进去以后 日本就做不了主了 是吧 轮到我做老大了 第四个呢 就是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所以你们刚开始的时候 打算用这个东西来排击我 是吧 那么现在呢 你特朗普说自己要退出了 特朗普退出以后 拜登跟着也不能不说 也要跟着退出 所以我现在中国进去了 就会让你美国觉得 哎呀 你再回来的话 总觉得怪怪的话 反而阻止美国重新加入的 这种可能性 降低这种可能性 嗯 您说的很有道理 但中国真的要申请加入的话 其实还是会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吧 比如相当高的门槛 对 不止这个门槛的问题 除了门槛的问题之外呢 我们现在预见到的 中国申请要加入的话 肯定现在里面成员 因为它必须 所有成员一直通过才可以 所有成员里面 包括日本的澳大利亚 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的 对吧 所以这个挑战还是蛮高 但是类似这样 这些东西嘛 中国我觉得中国心里面 已经都有一个谱了 怎么有谱呢 越闻其详 这个关于 首先在门槛的问题啊 我刚刚前面已经提到 中国投资协定 这个门槛对中国来讲 不是一个绝对跨不过的问题 其实中国四十多年来 改开放一路走过来 通通是一路在跨门槛 中国知道改革啊 改革就面临到最大阻力 就是一个意识形的包袱 一个是既得利益的抗拒 所以呢 最好的方法之一呢 就是通过一个倒逼的方式 所以1979年 邓小平改革开放 就是通过中国跟全球接轨 来倒逼中国的改革 2001年中国入市之前谈判 中国也经过一番挣扎 也是通过倒逼来倒逼 来逼的中国改革 那现在情况也一样嘛 对不对 对中国来讲 并不是跨不过去的一个门槛 对吧 门槛也许能跨过去 但是对于某些国家 可能出现的一些干扰因素 中国又如何因应呢 靠市场 靠经济规律 这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东西啊 就是一个什么自由协定 或者一个经贸圈什么等等 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力 而且这个规模越大呢 吸引新加入者的诱因 也就越来越强 所以当中国加入CPTPP之后 假设是这样的话 每一个成员 原来这个成员都会得到好处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看新加坡现在就表示 是很欢迎中国加入CPTPP了 这个美国逼各国来选边 那么各国有的时候很为难 但在经济方面呢 各国觉得不会为难 这个光明正大嘛 这个欢迎多一个成员加进来 也是不可以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估计整个形势的发展 会逼到 即便是日本或者澳大利亚想要反对 而会被其他的成员国给抗拒 你反对什么东西呢 中国加进来对我们大家都好处啊 你反对什么东西啊 所以会可能会改变这样一个形式的 确实是谋定而后动啊 你看这么一笔 美国搞出来的这个AUX呢 虽然说肯定也是经过 长时间的运作和评估啊 但是这个消息宣布之后 各方面的反应是很强烈 很复杂的 足以证明美国这一决策的 一些不成熟的方面 一下就被中国逼下去了 很同意你的观点 所以我们刚刚前面提到 首先第一个跳起来受不了的 就是法国 法国觉得背后被捅了一刀 你简直出卖朋友嘛 然后欧洲呢 站在法国这边 那么另外呢 这个就是美国跟澳大利亚 建这个核潜艰的事情呢 也引起了全世界的 这个高度的关注跟反对 因为这个呢 触犯了所谓核不扩散条约的 就美国你自己定的条约 你自己违反了 是吧 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光是五眼联盟里面 同样是昂格朗沙克逊的 新西兰 对这件事情也有很异意见 他就告诉澳大利亚 你以后的潜艰 不要不要到我这个海域来 另外呢 东南亚的印尼啊 跟马来西亚呢 对于这个地方 会不会增加这个军事 和这个军备的这个竞赛 也感到很大的忧虑 所以引起的负面的反响是相当多 我相信可能一定程度上 超过了美国跟澳大利亚的意料之外 美国真的是够呛啊 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的 实际上我看到 其实有不少评论说呢 美国现在在各方面全面的退化 当中一个原因是 美国现在政治人物的水平 越来越不行了 您怎么看 我也同意你的观点 你可以看到这个 美国呢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 大家就去特朗普查尽 这从特朗普到了拜登 大家就觉得这个 这个拜登好像能力 比特朗普更差一点 那么同样的这个 大家过去对蓬佩欧 觉得很讨厌 但现在呢 你看到布林肯 都发现到这个能力 又比蓬佩欧又差了一级 所以这一代不如一代 一切不如一切 确实有这个现象 不过呢 我想要指出一点 今天美国在 跟中国博弈的时候 美国好像显得比较吃力 就像我们节目里面 一直在分析的 除了这个人的素质 这个政治人物素质之外 还有一个跟美国的 全面大战略的素质 或者他的这个战略的思维 都有一定 某种程度的关系 您说的是武当和少林的区别吧 就是中美双方各自出招 但是当中的逻辑呢 美国是安全统战 中国是经贸统战 对 我们讲的这个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美国的战略思维 它是诉求这个就是安全跟军事 中国诉求是经贸的 你比方说我刚刚讲美国 美国针对中国的这个对华战略 那个从北约 然后到这个G7 然后到五眼联盟 然后到美日跟美韩 再加上现在这个美澳英 基本上都是以军事跟安全为主的 这是一个大的网 一层一层 那中国呢 中国是RCEP 对不对 然后APEC 然后刚才讲的那个中欧投资协定 然后CPTPP 然后还有一带一路 这些也是一层一层的 基本上都是以经贸为网络的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战略思路 的确是这样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觉得这个 你可以看到安全为主的那个网 就是安全统战 它基本上是排外的 基本上是把别人看 看作是假想敌或者钱的敌 那个经贸不一样 经贸是有容乃大 这越多越好 所以一个是排斥性的 一个是包容性的 这就注定了美国跟中国 在未来在战略竞争的时候 美国会越来越吃力 中国会越来越在上风的 一个基本逻辑在这里 确实是 这真是中美博弈之间 战略上最大的区别 但是美国似乎还没有 意识到这个问题 有可能是因为美国觉得 自己武力强大 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 太过于迷信 能够用武力来解决一切问题 刚刚说的是第一个角度 还有两个角度是什么 精彩分析广告之后见 欢迎回来 实际上刚刚对于 中美博弈的战略 我们从一个角度去谈了 还有其他角度可以谈谈吗 是的 我们还可以再补充一些 其他方面的角度 那么接下来谈的第二个角度 我觉得有点偶然 很有趣的 我过去节目里面 谈过好几次 有关世界导的概念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 是不是还有印象 这个全权力有印象吗 世界导的概念 有印象有印象 就是中心和边垂理论 没错 这个是一百多年前 也就是1902年的时候 英国的一个地理学家 跟战略学家 麦金德提出来 一个世界导概念 这个概念最简单的一个说法 就把地球的陆地 分成两个部分 一大部分叫做中心 一大部分叫做边垂 那么中心就是所谓亚欧非 这个整块大陆 他把这个中心称之为世界导 因为这整块大陆 基本上就是一块陆地 这个周周都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分法 在地质学上 它是一个陆地 四边都是海 所以它叫这个世界岛 这个世界岛 从来就是人类文明 发生的地方 就这个非常好 土地大 人口也多 文明也多 那么在这个世界岛之外呢 还有四个主要的陆地 他就把它变成边垂 他叫做边垂 除了亚欧非这个世界岛 这块大陆之外 还有哪几个是世界主要的陆地呢 一个是美洲大陆 第二个是澳大利亚 第三个是英伦三岛 第四个是日本列岛 那么这四个呢 就所谓的边垂 这就是当时的世界岛理论 这个世界岛中心呢 中心说的就是世界岛 是大陆板块 然后呢 这个边垂说的是 世界岛以外的海洋板块 所以呢 对 所以呢 好 那么有趣了 这我们刚刚讲的叫AUKUS 就是美国现在组建的AUKUS 有三个成员 对不对 一个美国 一个澳大利亚 还有一个是英国 这个不都在边垂上面呢 就属于那个边垂的部分 对不对 好 那么我再问一个问题 这三个国家 在全世界里面 最认同这三个国家 愿意跟这三个国家 连在一道 在世界上 你说还有哪一个国家 最有这个可能呢 应该是日本 对吗 没错 你看就是日本 这个你看 你把日本 美国 澳洲 还有英国加起来 那不就是那个 麦静德理论所说的 那个边垂 那四个部分吗 所以AUKUS 恰恰就等于 那个边垂的那个部分 真的很巧啊 但当中又有一些 逻辑的存在 很妙 那中心的部分呢 石先生 中心部分呢 就是以中国为核心 以中国为主岛 向亚欧非 这个世界岛铺开去的 你比方说 RCEP 比方说 上海合作组织 比方说 这个中国加入CP TPP之后 再比方说 中国的一带一路 所以中国现在在做的 基本上就是 朝世界岛的范围 扶原 通过基础建设 通过各种方式 经贸的整合 把它达成一片 那么恰恰跟美国 或者欧洲 美国这个英国 还有澳大利亚 形成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对照 恰恰就是 麦静德那套理论的浮现 没有想到 21世纪的全球局势 早在120年前 就被麦静德 给勾勒出来了 对 所以我个人是 非常佩服麦静德的 他就把这个 这个中心跟边陲 当时提这个理论的时候 没想到 这个后来的发展 确实像我们前面 那个分析一样 这个边陲呢 就属于美国 英国 日本 跟澳大利亚 四个抽在一道了 这个中心的部分呢 就是现在中国为主导 那边欧洲会配合 于是这个亚欧飞板块 就变成一个 很大的一个板块了 所以这个轮廓 已经勾勒出来了 很了不起 那么 但是 麦静德还有更厉害的 他就认为 他从来就认为 中心将来的发展的潜力 要比边陲更好 因为中心 从来就是世界文明发展的 一个一个出来 从阿拉伯文明 波斯文明 到印度文明 中华文明 因此他就预言 通过这个整合以后 通过网络这个整合以后 这个中心将来发展的优势 一定会大于边陲 我认为 这个逻辑是存在的 而且我希望麦静德 预测得很准确 人类的未来 中心优势会大于边陲 那中心和边陲 会不会爆发 摩擦或冲突呢 我们马上要来看 今天的评说心语 欢迎回来 时间人今天评说心语 咱们聊什么呢 好 我们继续就把 这个麦静德的海洋板块 跟大陆板块 做一个延伸吧 刚才讲这个海洋板块 就刚才讲的 AUKUS现在已经出现了 一个雏形了 就是美国 英国跟澳大利亚 那么将来有可能的 简介在更紧密的 就是日本了 所以这个就真正的是 这个当年麦静德 的预测 那么大陆板块呢 现在也出现一个趋势 就是从中国 大陆向西延伸 然后跟这个欧洲 两边互相会合 RCP也好 中欧投资协议也好 上海合作组织也好 等等 将来还有CPTPP等等 好 于是这两个板块 都出成一个气候了 形成这个气候之后呢 我就想到地质学的一概念 这边有个海洋板块 这个大陆板块 会不会产生摩擦呢 如果摩擦和碰撞 是不是会出现地震呢 理论上是会有的 好 于是我们就不妨设想 如果在未来一段期间 这个海洋板块跟大陆板块 各自形成了一个体系 然后互相形成摩擦和碰撞 那这个碰撞和摩擦 最容易发生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们现在看整个地球上 我认为最容易产生摩擦 跟碰撞的地方 或者会出现地震的地方 就在今天的西太平洋 就在今天的第一岛链 就在今天第一岛链中间 最敏感的台海或者南海地区 所以我们认为台海 南海或者台湾 就是未来我们观察 海洋板块跟大陆板块 相碰撞或摩擦的过程中 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了 随便大家希望你喜欢 下周同一天再会